大家好,歡迎收聽阿江無味的電台,我是阿丹 我是LuLu 今天我們剛剛播放了集聖堂到法國旅外之行的紀錄片 其實這也是集聖堂面臨導管危機以來 慢慢復甦到今年前去法國的創舉 LuLu加入集聖堂這麼久以來 從面臨導管危機就在裡面做田野調查 到現在集聖堂慢慢的復甦 那你觀察到集聖堂一路走來的過程 你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當時候沒有想到會走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所以我當時候很單純就是畢業之後 然後就拿著我的論文回家裡面 會返鄉然後送給廟 就是可是不只是地月店我有送阿 就是很多我有訪問過的廟 我都有去跟他們致謝這樣 但是我那時候決定回來高雄定居之後 才發現說地月店就是沒有人手 然後那時候就因為禮拜四都有問事嘛 然後我就固定禮拜四回去 真的沒什麼年輕人可以幫忙 然後那時候就是櫃台姐姐就跟我說 禮拜四你可以來就是看問事阿 然後就是廟裡面就是也很 有時候都會有點心阿 大家吃吃喝喝 你就反正回來還在找工作嘛 你就邊找然後來廟裡面就是幫忙阿 或者跟我們一起吃吃喝喝這樣 就是我那時候會覺得 就是很久沒有回到高雄定居 可是一回來就有一個訂閱店 像家一樣 然後可是同時這個家裡面是有一些狀況 就是當你變成這個家的一份子的時候 你要一起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就只是很單純的想說 我就喜歡去廟 然後可以幫忙我就盡量幫忙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沒想到越幫忙就出現了越多夥伴 像林阿 玉琳阿 然後跟廟裡面的年輕人家好藝人 他們就慢慢陸陸續續加入進來 然後讓吉聖堂現在的模樣跟我回想 當初1617年的那個時候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局面 然後跟現在就是我以前從一個田野調查者 研究者畢業之後變成參與者 然後甚至我也有一天突然變成了 就是要去幫文猜畫臉的那個角色 就是我也變成了傳承者 然後再到我變成了可能再傳播這個知識嘛 這個文化給別人的那個人的時候 我就是一直沒有就是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 我原本想說寫完論文就是 就沒事了 對就是一個交代了這樣子 就是論文寫完了 然後因為我也不只研究 第二天的家將啊 就很多型態的就激將我都有拿進來我的研究這樣 但真的是畢業之後 就我還記得那時候我要畢業就口試的時候 然後我的口試的一個老師委員是冒險老師 然後冒險老師就跟我說 畢業之後就是一切才是開始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我那時候聽不懂這句話 但我現在回想起冒險老師告訴我的那句話 我就覺得就是老師的那個講這個話的意義很深遠 就是說你的學業完成了 可是接下來才是你不會因為你要寫論文 你也不會因為你要你的學業而去田野 你去田野你回到田野就是你就是你自己 就是剩下你自己跟這個田野之間的關係這樣 然後我也沒想到就是交出去論文之後 然後開始的另外一個比論文更大的任務是我大概畢業 從那時候畢業到現在這個七八年來 就是一直都沒有離開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也沒有想到會變這樣 就是可能這裡面因為也有一些夥伴一起幫忙 才會讓這些事情就是除了我們就玉琳 玉琳在這之中也扮演了很很關鍵的角色 就像我們進入校園啊去去可能去法國的展演前置作業 他也幫忙很多 然後在搶救的那些文物跟照片 還有修復的過程當中 就是玉琳跟你啊一直都是 我們就是一個一個team啦 雖然那時候低月的年輕人不多 但是就我們三個加姐姐那時候吧 嗯 四個人 對啊我們那時候就是四個人 很客難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第一次拍正法的題 正法的那個教材的時候 我們沒有空拍機 然後你還記得我們是怎麼拍的嗎 我們去二樓拍啊 我們就去二樓然後用一個很長的竹竿綁GoPro拍下來 我們當時候的正法 那時候我們只是覺得如果不記錄這些老人家一個一個走掉之後 會不會就不知道怎麼跳了 後來我們沒想到我們拍的那個東西變成了弟弟他們在學的時候 很重要的關鍵 教材 對就像他們老人家的時候會 比較比如說這個以前是這樣 這個以前是那樣 然後年輕人聽了就會覺得到底是怎樣 可能對於老人家來講他們很容易就理解 可是剛學的人是不太能夠這麼開心的狀況 後來那個居然變成是弟弟他們在學正法的一個可以看的一個依據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覺得反正就記錄 包括我們去找了以前現在已經可能也不在了 就像龍團輩的後代啊跟請那個冷散大帝來的他們那個花雕雄 他們就是那時候玉琳都有錄影 然後他們也講出了一些關於地獄戀人廟室很關鍵的一些當時候發生的事 所以就是讓老人家他們在去對老人家他們講的東西的時候就發現A是吻合的 然後這樣子的這個過程就讓我覺得也是第二天在找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他在找一個他自己的透過我們這樣的方式就是 可以把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修在 只是以前沒有人去把它爬書整理數位化 那現在有你運領我去把這些事爬書整理數位化 在出來給老人家他們看的時候他們好像就 欸對耶就是是這樣沒錯可是我們以前就是會覺得這些習以為常是沒有什麼重要的 但是有一天要講起的時候發現欸怎麼我已經想不起來這樣 然後包括去法國啊可能接下來也有一些國外的邀約 我會覺得我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對啊包括這次去法國就是其實也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但對我們來說就是都是好的學習跟好的經驗 然後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民俗他之所以很美是因為他來自 他來自就是很草根然後很庶民很草民 很草民的文化對然後就像是饒舌文化一樣啊 他也來因為他來自街頭所以他他的多變性很多 然後他有一點那種人家說的那種 wild beauty就是你在陣頭上面是可以看到那種 他也許不是這麼規範但是他就是很美 然後我一直很希望這樣的美可以給更多人知道 所以也希望就是下次如果有機會我們帶到國外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真正呈現的是那種我們台灣原汁原味陣頭的美好 C位家這樣都出去 對然後可以 因為我們這次去那個法國是因為經費的緣故 沒有辦法說整團都帶出去 對對對 而且可能團員也有的需要上班也不好請假 因為一去就是十幾天 對 對所以這次只有五位家將出去 對 五位對五位家將出去 對然後因地制宜 我們五位家將就是把原本十一位家將可以做的一些政法 去做稍微的一點點調整 對變成說五位家將可以可以用五位家將就來呈現這樣子 對但是原則上還是要整團十一位都出去才是比較正統原汁原味的東西 對就是除了希望下一次去可以十一位之外 我也希望我們原汁原味的政法羅谷可以一起去 對然後我們在演出的時候可以跟觀眾表達我們現在在跳些什麼 因為家將他不只是表演說他是民俗 他既然是民俗的話他裡面就有很多來自我們長明的智慧跟這個宗教他的經典在裡面 那這一些事情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台灣文化一環 我也覺得在演出的時候也許你在台灣的街頭看到你就會覺得習以為常 可是外國人他畢竟是一個異文化異宗教的地方 他對這些事情我們這次去覺得他們是非常非常非常講三次代表 真的是真的非常的想了解 對就像我記得我們在美術館表演完的時候非常多人舉手提問 然後把家將就是整個包圍起來 好險那時候Eric哥有在現場可以直接用法文翻譯 然後團員去互動那我覺得這是一件我這次去覺得很美的事情 那這個美就是真的能把我們台灣的這個文化 我這次印象最深刻真的倒不是嘉年華多熱鬧 而是法國人對我們提出來的每一個問題都讓我覺得 我很想我也很想跟他們多聊聊的那種激動 而且他們很想就是他們對家將是非常有興趣 我記得是有一個小女孩她帶著相機有沒有 對我後來在就是我拍的一些片段裡面看到 他其實嘉年華那個晚上那個嘉年華遊行他就有在現場了 他就跟我們嘉將拍照 然後不是隔幾天我們還有去美術館做lecture展演嗎 他也在現場就是他不只參加一場而已 他是來了好多場然後又他有點害羞 但是他又很想近距離觀看嘉將這樣子 我覺得超可愛的就是你看你這麼小女孩啊 他就是手拿著一台就是很簡單的一個相機 然後就來就來拍照就來記錄他覺得很有趣的一些文化內容這樣子 這個也是我回來才發現就發現那個妹妹居然 他家年華就來然後我們去lecture的時候他又追過來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而且是他的應該是他的媽媽就帶他來 然後他媽媽感覺也非常的有興趣 對他媽媽有興趣 對也是跟我們提問了很多 我還記得他媽媽英文還蠻好就是跟我們交流很多 然後另外一堆夫婦他們是在做古董修復的 他們修復很多就是歐洲的古董 然後他看到嘉將的臉上有那個金金色的金金 他們就問我們說你們這個金的材質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當然沒有辦法回答得非常細緻 因為這是專業的問題 顏料問題我就請我們的畫師嘉豪跟他聊這樣 後來我才知道那對夫婦他們做古董修復的時候也會用一種金漆 可是不是純金 他說那種是含有那種化學還是拱的那種物質 會讓你的他塗在器物上面是OK的 但是他覺得那個東西塗在臉上是不OK的 可是他會他又反過去思考說難道我們是真的用金嗎 金箔去做這些事 因為很貴我們待會就洗下來了 就這個東西所以他會對我們的用的顏料很有興趣 然後跟顏料跟天氣之間啊 跟我們就是通常在廟裡的彩繪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像這個就是聊到我覺得就不只聊到美術師 還聊到那個材料的運用 對我記得那時候因為法國比較乾 那時候我們就是加好畫師在幫大家畫臉的時候 可能過沒多久還是 或是在畫的時候就已經慢慢的他會變開了 對因為太乾 對其實這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在不一樣的國家 他必須因應不一樣的一個措施 真的濕的天氣跟乾的天氣差好多 對他們那邊乾濕乾到我們就是 隨時隨地都會口渴 對然後皮膚就是隨時隨地 我如果沒擦護唇膏馬上就會 吃東西就會 就是會不小心太用力就會扯出 就會流血這樣 所以就一直我們一直在塗護唇膏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其實第一天去我那個皮膚這麼乾 我就有點覺得有嚇到 然後我就想我就一直跟加好問說 我們那個面器如果這麼冷跟這麼乾的天氣可不可以 但都已經到那邊了也只能濕嗎 對 就是我們就加多一點有性的東西 然後請家將他們做好保濕去克服那個天氣 不過真的是在歐洲國家跟我們在亞洲比較濕的這樣的國家 他們就材料上面真的是 這要研究下去的話應該又可以開一個那個 有關顏料跟材料的那個不同 對 像他們那邊可能就我們的顏料過去他們那邊不管是修復跟那個 畫在臉上可能都真的就會顯得太乾 可是他們的顏料過來我們這邊的話應該也是沒有辦法上上去 可能就會變得太醜太狗太油之類的 所以這一次去我覺得最大收穫反而不是在最熱鬧的時候 而是在這個大家交流跟私底下細碎的這一些交流跟言談 還有去了解對方的文化 對方了解我的文化的那一種很踏實的 我覺得很溫暖耶 就是很踏實 然後你會覺得你真的做到了你心中某一種 想把你的文化有多美告訴別人的這樣的小期待在那個當下 我是覺得好像有實現耶 其實我不知道啦可能比較不懂我們這個文化的人會覺得 你就是可能把一些格西一些東西穿上去 然後出去外面走一走表演就可以了 可是其實我們更focus的 或是我們更注重的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文化出去是可以做交流的 不是只有這樣走過去就沒了 而是我們希望可能去做一個展演或一個介紹之後 可以有讓外國的朋友提問題 然後去做這樣的交流 然後加這樣很重要的就是一個政法的演示 對 它不會只是像遊行這樣就走過去而已 它更重要的是一個政法的演示 那個裡面才是精髓的所在 那透過觀賞這個政法之後 外國朋友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受到什麼樣的啟發來跟我們做討論 這都是我們更更希望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對 沒錯就是我覺得在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我記得公視的記者剛好訪問到一位民眾 他說 他覺得我們在海邊的那段政法的演出 也不是嘉年華 而是在海邊政法 額外的bonus 對 他覺得好像把它拉到了另外一個 他不曾去過的 有點像wonderland 就是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我會覺得 對 他跟一般的 你看就是在台灣遊行跟遶境 這兩個名詞 他就有本質上面非常大的差異 對 所以當我們拿了遶境的東西去指示遊行的時候 會覺得他的本質好像會有一點點被犧牲 但是如果你讓他在海邊做他遶境做的事情 即使沒有音樂沒有燈光 他把他的本質東西展現出來的時候 他那個渲染力是可以 可能是以文化的 以宗教的 以藝術的那個層面去感染現場每一個人 其實他沒有辦法做到像台灣的遶境 這麼樣的澎湃 但是他跟遊行只是走過去 可能就表演的那樣子 是我覺得是在現場感受到的那個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跟家這樣的東西他是因為他有宗教性 跟他有我們的信仰在裡面 所以那些人他不只是一個表演者 他同時也是神明的信仰者 跟他怎麼把自己的身體 他怎麼全身體全是 就是他怎麼把他自己的身體交給神明 然後跟神明之間去達到所謂的神人合一 對他很多人拜拜會獻水果啊 獻茶酒啊去謝謝神明 可是對於獎咖 我們說跳家將的人叫獎咖來講 他是去敬獻自己的身體心意 他把今天他這個肉體全部給了他要跳的這個將軍去使用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美的 但是也許我們第一次去國外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的表達 但我很希望我們下次不管哪一團家將出過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本質的東西發揚出來 因為那才是真正的很美的一個 懸難力很強的東西 所以提到家將可能大家還有一些 民族上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樣的禁忌如果在 禁忌的話 我覺得就是你在路上看家將在繞境 他有可能只是站著 然後沒有在跳正法 但是你也不能從他們中間穿過去 這穿過去叫做闖正 那這個闖正就是其實有兩個 比較我們分表演上面來講 跟宗教上面來講好了 那先講表演 你如果看到例如說 慣例舞團 Hockey Girls 他們也都是表演者 你看到他們一群人穿著舞團的衣服 即將要上台表演 或他們正在表演 你會從他們中間穿過去嗎 這樣也不會啊 不會嘛 因為你穿過去就是一個非常沒有 禮貌的一個行為 禮貌也沒有道德的一個行為 所以你要尊重台上的表演者 你要尊重你自己 從人家中間穿過去 本來就不是一個 不管是任何的表演團體 大家都有sense的人都不會這樣做 對 然後第二宗教上面來講 是因為家將他就是出來是 斬妖除魔去溫主二的嘛 那所以說他的政法陣型裡面 有時候圍捕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你傳過去的話 家將當然不會怎麼樣 他們再重新整對就好了 但是你傳過去的時候 你撞到刑具 或者是把那個政法的結界打開 你有時候那些東西反而跟著你 你自己不太知道 對於是乎可能你就會開始身體不好啊 變得很衰 當然這是中教民俗上面的講的 但是為了避免避免大家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是我們家將在出政的時候 通常會就是圍起來 如果人家要從中間經過的話 其實這就是 我覺得就有點拿自己的安全跟氣運去挑戰 對 自己好像就是 我覺得有點就是 去中間然後看看自己會不會 運勢好不好 對 其實其實旁邊顧將的人看起來會比較兇 他們不是故意要兇你們 而是就是曾經真的有發生過闖症之後 然後比較不好的一些狀況 所以說 所以說我自己也有經驗看過 所以說這個行為為了大家好 所以通常顧將的那些人員會比較 大家要從中間走過去會比較嚴厲的去 去請大家不要這麼做 你就從前面或後面傳過去 繞一下其實不會怎麼樣的 對就是多走一點點路 對 那這個是平常看到家將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避免的 其實其他你在看家將或者是跟家將出政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太多的禁忌 對 那比較細節的就是 我盡量不要去碰到他們的身體 因為他們現在扮演的是那個神 你不會隨便去摸神明啊 或者是你在路上看不認識的 你不會故意去就是跟他有自己接觸 這個就是一個我覺得很很 normal 其實都是一些很基本的 對 一些基本禮貌 對 那所以就是其實家將這個東西 既然它誕生於我們的廟口 跟我們台灣的街頭 算街頭嗎 它也算是我們的那個 street court 對 那既然它是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不會有很多 約束性啊 它就是一個很親民很長民的一個文化 所以如果你對家將文化也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去你們家附近 有在有家將團的大廟 然後去問他們能不能看他們練習 或者是跟他們出陣 我覺得 依我對台灣家將團的了解的話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很歡迎 非常歡迎 很少那種 會拒絕的 真的 因為 認識了台灣那麼多家將團 我真的覺得 大家非常的友善跟團結 是真的 然後你說傳統的家將館 或者是職業的正統也好 只要你是有禮貌的 去跟他們請教 其實他們都很樂意分享 真的很樂意分享 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禮貌 對 禮貌跟你尊不尊重人家的文化 你有沒有把別人的民族 跟別人的文化 當你不了解的時候 你是友善的尊重 就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就我們去法國好了 法國人是義宗教 他們沒有在拜咖啡 他們也沒有看過家將 可是即便他們看到家將出來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是在嘉年華現場 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弟弟 他很想要摸家將的臉 摸摸看這樣子 那 他爸爸就一直跟他說不行 但他好像很有興趣這樣 所以 他就 他爸爸就有問 問說 兒子可不可以摸摸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的這個 臉上的這個彩繪是代表生命 所以不太能夠去摸 所以你看喔 他是義宗教義文化的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有神性的人 他要去摸之前 他都會先問問看 他都不會直接就是這樣摸 或者是這樣子一下 就都不會 他們不會有這樣的行為 那我覺得反觀就是 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就是 我們要去問的 我們要去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我們有禮貌的 的姿態去 那 那麼即使這個動作是不被允許的 人家也會很客氣的跟解釋 對 所以 其實 沒有什麼太多禁忌耶 真正的禁忌是在家將本身身上 他們超多禁忌 他們要吃素 他們要禁女社 他們要早起化聯 然後他們去廁所的時候 要卸裝備 回來的時候重新上馬 然後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都在家將身上 對 因為他是一個奉獻者 他是一個把身體交給生人 所以他本來就應該要被約束 他才有資格去扮演神 但是就我們旁邊的人而言 其實 他是一個很親民的文化 他沒有什麼太多可怕的禁忌啊 什麼的 就是就算有禁忌也都是非常 可以想像的到 是 對 所以就是民俗沒有那麼難親近 他其實就是 發生在我們周遭的一個文化 那 如果你是希望可以融入這個文化的話 那你本身要先尊重 還有必須有一定的禮貌 來對待這個文化 對 沒錯 所以這就是其實我們這次到法國去 然後有一些提悟那樣子 對對對 那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參加 對 我們今天的首映會 這樣子 然後有任何的 對家將或訂閱戀有興趣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隨時私訊我們的粉專 沒錯 現在廟裡的制度是很健全的 所以大家私訊的話我們小編啊 小編群 哈哈 我們一群小編都很樂意跟大家做互動 然後我們有辦體驗營的時候 也很歡迎大家來 來訂閱店這樣子 然後神明生日的時候 也可以來吃吃喝喝 就是不要因為訂閱店 訂閱這兩個字就覺得很可怕 不會的就是 然後我們家將也有持續在招生 如果你是對這個很想去學習這一塊文化 很想去真的體驗融入這一塊文化 也歡迎你來 可以先來觀摩 先來看看大家怎麼練習的 然後可以跟現場的哥哥們詢問一些 對 禮拜六晚上的八點到 就是八點過後他們 我們那些家將真的非常 他們都犧牲了每個禮拜六晚上可以玩樂的精華時段 禮拜六晚上的八點這時候不是在百貨公司 就是在唱K或跟朋友吃晚餐 但是我們那些家將將腳們 他們就是都有選擇去廟然後練習 然後就是譬如說最近他們在整理深圳 整理家將的帽子這些 所以就也許這個地方真的有魔力吧 就是可以每個禮拜這樣子 把大家最近花的時間扣留住這樣子 所以就也很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 一起來玩一起來體驗一起來認識家將文化 OK 那我們就廟口見 拜拜